离中秋节还有两天 有餐饮业者呢让服务生 扮成了嫦娥 吴刚还有阿姆斯状的造型 吸引消费者上门 另外还有个人物呢 虽然跟中秋节没有关系 但却是店里最受欢迎的角色 那就是蓝铃王 戴上冯绍峰面具的蓝铃王服务生 送甜点 噱头十足 蓝铃王先自送上甜点 没有仔细看 还真的以为是男主角冯绍峰来到身边 不过只是面具了 甜点业者搭上蓝铃王的热潮 要服务生饺子扮演 加上中秋节即将到来 店员化身嫦娥 吴刚 还有上太空的阿姆斯状 加上蓝铃王的加持 应景人物 热闹抢商兵 蓝铃王也是因为最近的 这个非常夯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希望最多借有 比较 跟大家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人物 能够在这个活动里面 店员练身发一体话题台 最近很夯的猫熊银银 也替商人制造不少生态点 这个熊猫好可爱哦 超像的银银的吧 有店家打造猫熊相关的餐点 咖啡蛋糕还有松饼 都有卡哇伊的猫熊图案 连杯盘都印上猫熊场前 就是银银出身款 那熊猫的人气就是有比较高涨 就是熊猫的餐点 跟它系列的商品都还蛮收款颜德 很喜欢 就为了猫怎么来 对啊 就网络上有待见 然后突然就过来了 趁着银银正可爱 还是全民关注的大明星 还有蓝铃王收视屡创新高 业者脑筋动得快 把时事搞成行销创意 记忆买气 正新闻离东明 许中印 凯比参访